Hello大家,我是美容师穆迪,欢迎回到我频道 今天来介绍如何用粉饼上底妆 这个方法可以拯救你不好用 特别厚重的粉饼 粉感比较重的,颗粒比较强的 遮瑕很高的粉饼 我保证你一天下来都不会脱妆 不会卡粉斑驳 遇到潮湿的天气 很热流汗的状态也不会吐石流 我自从不用粉底液以来 皮肤好了很多 主要是因为粉底液里面 它有很多油脂嘛 一些脂类,唇类 容易让偏油皮爆痘 粉状产品更不容易堵塞毛孔 也很适合敏感肌,玫瑰搓疮 因为它其实是不用卸妆的 除了那种高遮瑕的 像Make Up Ever啊 更软糯那种粉饼 甚至像膏状的那种 他们可能需要用卸妆力比较强的洗面奶 那普通粉饼还有矿物粉饼 是完全不用卸妆产品的 普通洗面奶就可以洗干净 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 是保持你皮肤的干爽 试想一下,如果你把土放在水里 或者放在有湿度的表面上 它就会结块嘛 一样的原理 粉如果在你皮肤很湿湿的状态 或者油份很高的时候 容易斑驳,容易卡粉 但我并不是说之前的保湿工作不做好 还是在补水保湿的基础上 用散粉,蜜粉这些 让脸的表面变得干爽 防晒还是正常上 脖子也不能忘 锁骨 防晒等待个一到两分钟 让它吸收之后 我们就可以涂散粉了 粉饼之前用任何的白色蜜粉 散粉都可以 像Makeup Forever啊 NARS大白饼啊 还有我今天用的Misting的滤镜粉饼 任何白色的透明粉饼 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打底 帮你吸油 减少后续的脱妆 用粉铺上妆会更均匀一点 比粉刷要更加的定妆 用按压的方式 扫一圈按压 扫一圈按压 眼睛部位要压到 尤其容易出油的 鼻翼两侧 嘴角 脖子也可以按一下 因为它不是有颜色的嘛 也不会沾到10 粉饼选择中度或者高度遮瑕的都可以 可以完全替代你的粉底液 那高遮瑕的 我比较推荐的有Makeup Forever的 还有我刚刚铁皮的 Jane Iridelle 矿无蜜粉饼 完全不会堵塞毛孔 今天我用到的是 Bobbi Brown的 中度遮瑕的这个粉饼 Pail Yellow 这个粉饼呢 很多人说它容易浮粉 粉比较厚 不太容易铺均匀 那我想说你是没有找到方法 重点是六个字 平铺均匀上粉 用到的工具就是粉底刷啦 这种密实的粉底刷 我这个是Hourglass的粉底刷 我还比较推荐Elf的Powder Brush 还有Real Technique 那款面部刷 它们都是很密实 很扎实的毛 然后把粉完全的 均匀的铺在你的皮肤上 上粉均匀后 也不会说一坨一坨的卡粉 不会说这块多 这块少 所以工具很重要 用密实的粉底刷 用戳戳戳盖杖的方式 取粉 戳戳戳戳盖杖 然后稍微往下一点 不要打圈 因为打圈的话 你的毛孔是向下长的嘛 你打圈容易 右上右下 粉就会卡在毛孔里面 往下 轻轻的往下 眼下也可以 像这种小的刷子 很好的照顾眼下 眼下用戳戳戳的方式 就戳戳戳加往下拉 这个动作 重复 全脸 看吗 这边已经遮瑕度出来了 然后鼻头也是 戳戳戳 鼻头是更加适合戳戳戳 因为鼻头上的毛孔会更大一点 平铺粉 均匀上粉 一定不要打圈 我发现越打圈会越卡粉 越显得粉干很重 你看这样 我近距离看是没有一点点粉痕的 这般面脸的遮瑕度也出来了 对比这边 我只轻轻铺了一层哦 你还可以多次叠加 好 刚上完粉饼可能会皮肤有点白 一会儿我们上完修容和腮红就不会这么明显了 如果你觉得局部区域也有痘痘的地方 你还想遮呢 你可以用一个高遮瑕粉饼 比如makeup forever 还有我刚才这个 gen iridale 轻轻地用手 按在需要遮瑕的地方 蘸一蘸粉 用手蘸粉 然后按在遮瑕的地方 用你刚才的粉饼也可以 就任何粉饼 你觉得有遮瑕的粉饼 好 鼻翼两侧 用手蘸粉 按在这些区域 所以全程你都是可以不用高体和液体的 好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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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定要定妆 用刚才上的蜜粉饼再定一遍妆 因为粉饼其实是和皮肤融合度比较低的 它是粉嘛 它覆盖在皮肤上 它很容易移味的 如果你不定妆呢 一会儿等出油了 可能会有服装 服粉或者斑驳的情况 再定一遍妆 可以把刚才所有的这些遮瑕的粉体 都牢牢的扒在脸上 有些人觉得 哦 这样会不会太厚重 相信我 过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你的皮肤就像第二层肌肤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粉痕 没有粉感了 除非你是大大大干皮 你确定你是完全不出油的人啊 你可以省略这个步骤 还是用刚才的蜜粉铺 平铺按压粉 这时候就不要去往下滑了 就是按压盖章的方式 尤其鼻翼可以多压一点 稍微上个唇膏 嘴唇太干了 凡是脸是最好的唇膏 OK 最后 用不用定妆喷雾呢 我是不推荐用的 为什么 市面上大部分的定妆喷雾 就所谓定型的那种 都是含有denature alcohol 变性酒精的 变性酒精可以带走你皮肤上本身的水分 让你皮肤越来越干 所以你到下午会有斑驳的情况 尤其在粉状的上面 我也不推荐你使用这种像Mac Fix Plus这种普通的喷雾 那它你可以用来中间去补个水啊什么的 比如说在补妆之前可以喷一下 但定妆我也不建议用它 因为你用水了之后 反而把我们刚才那些粉状的产品 又变得湿润了 持妆度会又变差了 我自己发现就这样就够了 你再喷的话 后续可能会让粉饼更加卡粉 我们不用吸油纸了 我们就用普通的面筋纸 任何的纸巾 因为吸油纸会吸掉皮肤更多的油分嘛 但你补妆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干 它水分油分全部被吸走了 面筋纸按压足够了 轻轻的对折按压面部 鼻翼 这种容易脱妆的地方 然后用你自带的粉铺 粉饼里面自带粉铺都可以 按压粉 按压 注意不要打圈 按压粉 然后把多余的粉放在手背上 按压粉放在手背上 然后再按压面部 记住一定要按压 不要上下移动 因为这时候我们皮肤上还是会有油脂分布不均匀嘛 你上下移动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油分拖到这里 所以它就会结块会斑驳 我比较喜欢这种有颜色的粉饼去补妆 因为你可以补到你的像鼻翼处啊嘴角处啊已经脱妆的位置 如果透明粉饼呢 它可能遮瑕力就没有那么好 那总结一下 我们上粉最重要的就是皮肤要有个干爽的表面 不管你是上妆也好 补妆也好 粉要压在粉上 粉不可以压在潮湿的表面 晚安粉可不可以养肤呢 简单来说我个人不认同 我们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有效成分去替代晚安粉 带给我们的作用 你晚安粉就是想让第二天皮肤很没那么泛油嘛 很干爽嘛 水洋酸果酸A醇A酸完全可以做到 它们有更多的科学实验文献去支持 至于蜜粉能不能有效的控油同时又不堵塞毛孔 这一点是因而异的 因为蜜粉饼通常里面有各种其他的成分 油脂啊 脂类 纯类啊 其实都是有放的 不是只含有粉 滑石粉 颗粒 这么简单的 那不同肤质对不同的成分是容易产生暴斗的 所以会不会暴斗是因而异的 所以为什么我不用这些已经有结论的肤成分去控油呢 好 希望这个视频对今下用粉饼的你们有帮助 喜欢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Bye MING PAO TORONTO